今天想拍一個Top 5春天包包 我嚴選了五款的包包 就是我春天裡面最多的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記得按讚這個影片 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第一款當然是這個 彩虹包包 是Caviar的質地 這個染得很漂亮 而且這一款包包每一個染的顏色都不同 可以看到我這個有一些綠色 其實有點像淺藍色 再加粉紅色 橙色 扣子就是粉紅色 我最愛 每一個位置都不同 旁邊這裡有不同顏色 而且後面 也不同 旁邊 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包包 而且它不是第一次出這款 之前也出過 但我記得牌子好像是綠色 或者其他顏色 也是一樣 每一個都是不同的 而它的鍊是銀器 裡面是粉紅色的 搭配... 而且它也有這個位置 也是不同的 裡面有一個暗格 但沒有拉鍊 染得很漂亮 因為有時候我看到很多綠色 總之是一些我不是太喜歡 這個是比較多粉紅色 而且一些橙色我都蠻喜歡的 搭配起來蠻漂亮的 容量方面 其實是比較小一點的 主要預算 因為始終這個是 small size的boy 其實boy的款式之中 我最喜歡中size 因為這一款small 還有old medium 價錢方面其實不是差很多 可能大約400-500美金左右 但中size真的可以配合很多東西 我的大叉電器也可以帶得到 我這個要用我扁身的小叉電器 而且最好是用卡片套 但是小的包包 boy其實我覺得是搭配我多一點 因為始終我不是太高 157cm高 所以比較矮 所以這個是上身的時候 是漂亮一點 可愛一點的 而中size的boy 背斜背的時候 可能感覺會有點大 這個包包有幾種背法 可以這樣 兩條鏈搭在一起 可以側邊比較女生一點 另外也可以單邊這樣背 之後可以斜背 下一個包包就是這個 是一個背包 粉紅色 也是cavier 起初看起來像是lamp skin 但看得真一點 摸真一點 其實是cavier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滑皮 所以看起來很像lamp skin 它是一個甘氣 這個背包 就是這樣 有一個帶子 我其實最常用的方法不是背包 因為我不太常用背包 我可能這樣搭一條 這樣 然後這樣旁邊背 或者 這樣 手抽這裡 這樣圈著 也蠻好看的 而且我現在裡面放了紙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點大 開就是這樣拎一拎 然後它有這個 索 裡面有很多 紙 讓我先拿出來 而且我放了層袋在裡面 因為收藏的時候 塞會比較好 好 拿了東西出來 就小了 包包 沒那麼脹 裡面是這樣的 一大格 放了很多東西 這個背包 暗格方面有兩格 一個是有拉鍊 另外是放進去 然後裡面的質地就是 就是一些布布的 滑滑的質地 滑滑的 然後漏了 它後面這裡是有一格的 可以用來塞東西 但我通常都不太用這一格 這個Caviar的包包 真的比較好 因為它是Caviar的質地 不會說 因為我有黑色的Lamb Skin 同一個背包 會比較容易 怎樣說 塞進去 因為始終 這麼大的包包 而且Lamb Skin比較軟 這個比較硬 皮膚 看到旁邊這些位置 真的沒有塞進去 所以滿意的 而且底部是這樣的 好 到下一個包包 也是粉紅色的 這個是Reissue 可以看到它的皮膚 比較潮身 它是這樣的設計 而且也不容易刮花 整個髒 因為它本身看起來好像 有點殘殘 然後它的氣是金氣 也可以看到是一個很舊舊的 vintage feel的金氣 而且它的帶子有點不同 讓我拿出來 而且也是一樣 這樣扭開 而且可以看到Reissue 是方形這個 不是CC Logo 這條帶子可以看到 真的比較重 而且感覺是多一點 功夫手工 這條帶子 因為Reissue這個款 其實剛剛Chanel出包包的時候 第一款出這一款 還沒有CC Logo 所以歷史很悠久 這個尺寸 對比Classic Flap 是中尺寸 跟我中尺寸的包包是差不多的 只是中尺寸的那些 可能下面底的位置 是平的 挺身的 這個你看到是彎彎的 但大致上它們的容量 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後面也有一個 Pocket在後面 也是Double Flaps 這個 也有拉鍊在這裡 小小的 這樣 裡面呢 我 有Dust bag在裡面 但也看到 裡面的東西 跟Classic Flap的設計一樣 這個包包包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粉紅色 簡直是這個形狀的粉紅色 我是最喜歡的 而且我其實是加價之後買的 因為它之後才出 所以真的忍不住 因為這個顏色真的太漂亮 都用了很多次 但跟剛剛買回來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 因為始終它的皮 真的比較 殘舊的風 而且這個背法 也是可以這樣 斜背 然後旁邊背 或者兩條打在一起 這樣背都可以 比較女生一點 到下一款包包 終於不是粉紅色 就是這個白色 這個包包 其實是Cruise Collection 這個質地是Caviar 而且我大部份的包包 都是這個質地 因為比較耐用內用 不用太Baby 前面 側邊 側邊 也看到這個包包 是非常挺身的設計 後面這裡有一個袋子 打開是這樣的 按這個按鈕 可以看到它這個 CC Logo有點不同 它上面有點滑 要近看才能看到的 一打開 就是一大格 然後有一格小在這裡 可以塞一下東西 之後有一個拉鍊 也可以看到它裡面的質地 不是皮 是一些Cotton的質地 裡面比較容易髒 但深色一點的 就是TAN的顏色 配上它外面的鏈 裝東西的程度跟Chanel Mini差不多 也裝不到太多東西 而且它的氣 是一個淺金色的金氣 可以看到它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設計 這裡是皮 這個是Seasonal的款 因為Cruise Collection 所以出的款 比較沒有說Classic 所以可以看到是不同的 然後它有這個 捏在它有些皮 這個背法就是可以這樣 手抽這樣 或者是斜背 不可以拆擦掌握 出來的 就是設定了 而且不能調整長度 真的很特別 這樣抽的時候 這條帶子是這樣圓下來 很有風格 很有性格 而且也很可愛 這樣抽著 最後一款包包 這個包包 很特別的 是limited edition 就是這個 它們最signature的茶花 而且這個包包 是mini size 但它的價錢 完全不是mini size 是貴過mini很多 因為始終它的花 原來是人手做的 真的每一個包包 都有點不同 因為我對比過 有時候花花是刮了出來的 這個是最漂亮的 在那麼多之中 很平均 不會突然刮出來 這個 真的不是每個人的杯茶 因為起初 其實我對它覺得 好像一般的 因為有一點點 看身一點 有一點點密集恐懼症 但看看又好像很漂亮 因為始終這個款 是比較classic 而且limited edition 而且你看到近看 它那些是很閃 即是那些花 整個包包 好像有一層東西 在上面 令包包更閃 非常高貴 後面有個包包 而它的氣 是一個淺金式的金氣 而打開 就是這裡 這樣打開 就是這樣 一大格 有一個暗格 比較小 以為Chanel Mini的尺寸 裝得到的 也是要用卡片套 那些 而且這個質地 就 就說不是lamp skin 但我 我不肯定 因為其實看起來 真的像lamp skin 但有coding在上面 但又不是太容易刮花 所以我真的不太知道這個質地 其實是什麼 是軟的 皮 好了這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和微博 好了 Bye Bye